为了守护长者们的营养与健康 花莲县政府27号上午 特别在凤林镇中区服务中心 成立了社区营养推广分中心 希望能将完善的营养照护带进花莲中区 让长辈健康老化 花莲县政府致力提升全方位的照护及预防医疗 卫生局在106年成立第一处营养推广中心 与地方长照站与文件站相互连结 配合花莲在地的优质蔬果巡回菜车 用营养餐盘改善饮食习惯 请接牌 27号上午 县府在凤林镇中区服务中心 成立社区营养推广分中心 希望能将完善的营养照护带进花莲中区 我们只想建制一个健康友善的城市 需要面面俱到 而且需要大家都能够一起努力 无论是在前端的预防 或者是现行的我们要实践 再到后端下一段就是医疗的处置 我想这都是花莲县政府 在每一个领域里面在做 然而在最基层的卫生所里面又很重要 因为它常常是我们长照 长照的一个连结的平台 现在布建了整个北中南都布建完成 而这个完成很重要的是要双向 无论是我们的营养中心想要推动的 尝试知识 以及我们在食物的 所有的福气站 关怀据点文件站 第一站 第一线的我们所有的料理的 除尸除工除鸟 这个部分要去做明的 国内人口老化迅速 预计明年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现幅透过计划内容建立社区营养教育模式 将正确健康饮食观念 落实在民众的生活当中 延缓老化的同时也提升乡亲的生活品质 记者许立芹凤林郑报导